热点资讯时时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 日前受访时称 前苏联国家在国际法上 没有有效主权 处罚外交风波 法国外交部24日召见中国大使卢沙野 卢沙野其后 透过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推特表示 他在会见中重申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 没有变化 卢沙野表示 当日下午通法国外长办公厅主任 进行了友好会见 并指这一会见是数日前安排好的 他们就落实马克龙总统访华成果进行了交流 亦谈到了近期的舆论风波 卢沙野说 中国一贯尊重各国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苏联解体后 中国是最早同有关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 关于乌克兰问题 中方的立场同样是一贯的 明确的 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外交部已明确回应称 卢大使的表态是个人观点 不是中方的政策宣誓 各方不应过度解读 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 一些媒体恶意挑拨中方同有关国家的关系 我们应当保持警惕 关于卢沙耶大使引发争议的个人观点表述 常年对中俄态度强硬的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在议会称 中方已经澄清驻法大使卢沙耶的言论 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的主权 此事不宜继续讨论下去了 希望就此打住 立陶宛外长这次是看明白了 给个台阶马上就下了 啥情况 在涉台问题上颠倒黑白 对中方胡讲蛮缠 穷追猛打的人突然就怂了 兰茨贝尔吉斯不是自封自己是欧洲最勇敢的屠龙者吗 难道是立陶宛害怕被接牢底了 大概是认真看了历史文档 叫了律师一起研究了国际法 得出结论就是 卢沙耶大使的言论不无根据 再辩论下去对立陶宛不利 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后 除了国家之间的相互承认之外 的确没有国际法等文件性东西 所以也就相当于大家都是默认状态 但是这事情不能细究 细究下去容易有漏洞 估计立陶宛也被吓出一身冷汗 就在去年 俄罗斯自己还提出 立陶宛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因为立陶宛的独立 没有法律依据可查 立陶宛1918年到1945年间 短暂独立 其他大部分时候都是波兰 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省 退出苏联时 既没有在别洛维日协定 也没有在阿拉木图议定书上签过字 毕竟连首都维尔纽斯 当年都是波兰的老地盘呢 立陶宛外长加布里留斯 兰兹贝吉斯说 立陶宛从未加入过苏联 俄罗斯非法占领 所以立陶宛进行了抵抗 直到立陶宛恢复了独立 苏联红军离开了 我们不是苏联国家 我们是从未加入过苏联的国家 现有的国际秩序是四五年二战后 由战胜国建立的 1945年就是世界战后的雏形 原始版 是中国、美国、英国、苏联 作为战胜国达成和规划的 立陶宛连苏联都否认了 也就是不认原始版 直接追溯到二战时甚至一战时 这意味着立陶宛连出生证都没了 立陶宛就得吐出很多地 给波兰和白俄罗斯 同理 乌克兰的利沃夫也要还给波兰 德国和斯洛伐克也会向波兰索要归还土地 立陶宛首都和第一大城市维尔纽斯 地位很有问题 那欧洲乱套了 对于立陶宛来说 再说下去自己国家都是非法的了 结果这事情让卢大使不小心又说出来了 立陶宛一下子吓得不轻 现在既然我们外交部已经给台阶下了 那这事情就赶紧过去了 中国外交这一招太绝了 反手为功 战事成金 化腐朽为神奇 战略转变 被动转主动 不能总被别人牵着走 战略战术需要转 实力允许了 自古以来做奴才的从来没有好的下场 如今的立陶宛正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当地时间22日 立陶宛总统宣称 立陶宛可能将宣布破产 因为立陶宛所欠470亿美元外债即将逾期 占据该国GDP的80% 并且以无力偿还 按照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 外债占比接近GDP60%就有随时破产的风险 包括已经破产的斯里兰卡 当时的债务与GDP之比为59.7% 这就更别提立陶宛的80%了 可能一觉醒来 立陶宛就直接破产了 但其实立陶宛本可以凭借着 一带一路的资格和中国庞大的市场 过上富足的生活 可是呢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得充当欧洲反华急先锋 然后一步步地把自己给玩崩了 可以说立陶宛的即将破产 就是自作自受 最近这几年 国际上但凡和中国有关的事 总能看到立陶宛的身影 并且在美国的鼓动下 屡屡触碰中国的底线 前几年 先是无端指责中国对少数民族缺乏人权 并号召世人不要买新疆的棉花 后来派遣议员窜访台岛 并在那里设立代表处 同时政客又嚷嚷抵制中国产品 去年中欧峰会 立陶宛也是首先跳出来说 若中国不站在乌克兰一方 就取消中欧峰会 虽然立陶宛根本没有对中国 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的能力 但架不住它恶心人啊 在中国问题上 胆敢明确跳出来 复合美国的国家 一定要收拾 一定要以它的下场 给其他国家做样板 立陶宛这样的弹丸小国 都敢挑衅我们 如果方人不管 立陶宛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挑衅的阵营 因为西方一些国家的思维就是 如果你表现的越是善意 他们就会觉得你越好欺负 所以我们只有猛烈的反击 才能让他们老老实实安静下来 当然了 对于立陶宛的挑衅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先是取消了立陶宛的一带一路资格 然后世界工厂 全球最大消费市场 也对立陶宛关闭了大门 不仅是来自中国的工业原料和市场都没了 中国许多贸易伙伴 一见中国老大哥出手了 都不敢和立陶宛谈生意 根据数据显示 2021年全年我们对立陶宛的进口规模 为28.15亿 到了2022年 这个规模只有不到6.1亿了 如今 立陶宛国内经济危机迫在眉睫 欠的470亿美元外债 也无力偿还 求救主子老美却一分钱没借着 很多西方国家还在偷偷地进口俄罗斯能源 这些欧洲大国都是如此依赖俄罗斯 又何况是最早一批和俄罗斯能源说再见的立陶宛呢 俄乌冲突爆发之际 立陶宛还要求欧盟彻底和俄罗斯能源说再见 转而进口美国能源 美国的能源价格我们又不是不知道 不仅送的慢 而且卖的贵 马克龙就提到过美国向欧洲出口的天然气足足翻了四倍 美国不仅不知悔改 还一直监督欧盟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不能停 就这一套组合拳 立陶宛想不破产都难 在这种背景下 你别指望着欧盟和美国救立陶宛了 没有催促立陶宛继续原屋 立陶宛都要烧高香了 所以很快又有西方媒体透露 立陶宛又想求助中国 希望将最大港口租给中国 以换取中国200亿元的贷款 以此度过债务危机 近日 立陶宛商界站出来发声 呼吁中国结束制裁 曾扬言不怕中方制裁的立陶宛经纪部长 也改口说希望能恢复对华贸易 现在配合中国大使的话 再来看立陶宛盲目追随美国 把自家搞得一地鸡毛的行为 不得不说立陶宛的脸 有没有一种活辣辣的感觉呢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